请 棒球场边舞台上应援 啦啦队女神林湘 一出场总是吸引球迷 拿起手机捕捉倩影 录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录完很大 因为我每次看到 完很大的节目 我都觉得感觉超好玩的 没想到我今天竟然 美梦成真 个人YT频道上 也经常拍摄工作日常 跟粉丝分享 工作以及私底下真实的她 她相当惜福爱物 穿过的通告服二手一贩售 她的网络贩售商场 还主打食品 但却被检举 贩售的报先定 没有健康食品标章 只是一般食品 就在产品介绍中 宣称可以瘦身 而且已经卖出了147件 那原则到食品 不能宣称任何的功效 包括减重收拾 所以它有可能已经违反到 我们食品亚求生管理法 第28条 那不得夸张或一声误解的广告 那这部分可以就行政法 达4万到400万 我们直接到林香的拍卖商场 商品目前已经下架 经纪人表示 对于法规尝试不足 以后会更加注意 而网路上面还有什么东西 不能卖呢 像是烟酒 同意发票 还有具有医疗效果的药品 统统不行 到垃圾的专用垃圾袋 也是不能在网路上面贩售 什么都卖的商场 一旦卖了不该卖的 不仅埃法 还会事上行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